最后一次了 喝完这些 十日后 用月影刀 抛出他的心脏食指 你是没半魔的 早妖诅咒 便可解除了 少哥主 老哥主吩咐 任何人都不能 靠近安长相 从现在起 他的话 不作数了 杀 不作数了 这个师父 杀了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 怕魔和畜生 并没有区别 他在乎的是天煞哥 而我只是他的公俊 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 你自己吧 你十日后救的心 才有用 比起弯心之心 我现在杀了你 岂不更痛快 那你也会死 收起你的怜悯 我不需要 今日虽不能杀你 但以后你也别想好过 墨家 你怕是不知道 这锁魂链 只要被你的法术驱动 就困不住我了 被拐败的第十年 我终于自由了 墨家 你这个师父的怪物 斑驳的诅咒 怎么没杀了你 畜生 队主 微虎 队主 安长夏刚刚逃走了 愚蠢 你的血供养了我十年 你和我早就分不开了 八卦阁主 贪鬼盗走月影打逃了 住手 爹 爹救我 住手 姑娘 你为何深夜都我家门 欺负我的女儿 爹还是你女儿 那我呢 你 爹爹不认得我 那爹爹亲近 所有为我打造的银桌 爹爹也不认得了吗 银桌 长夏 你真的是长夏呀 爹 我娘呢 你娘在你早时好 便宜病不起 长夏 长夏 你醒醒啊 长夏 天沙阁虽然内乱 但等墨家回过神来 怕是不会放过我 夜里等爹睡下 我就离开 你想杀了我 你 你为什么没死在外面 你这个赝品 若不是改叫私下这个名字 都不会站在这儿 我告诉你 就是我这个赝品赔了爹娘十年了 他们如果真的爱你 为什么会收养我呢 我告诉你 这里的一砖一碗 都是爹娘亲自为我挑选的 你闭嘴 长夏 爹 长夏 爹给你包了 你最爱喝的红枣粥 来 喝两口 暖暖身子 爹 你还记得 长夏喜欢的 爹当然记得了 爹呀 天天盼着你回来 当年 爹把你弄丢了 爹对不住你呀 爹最好了 私下妹妹也好 他刚刚还说 要把这间屋子 腾给我住呢 我 只是 五丰餐露宿惯了 哪里配得上了 诶 胡说 这暗抚的一切都是你的 爹 住哪里都配 谢谢爹 如果我能杀了墨家 那我就能永远陪着爹了 只要能杀了墨家 我就不必被外送了 墨家 墨家 哥主 喜欢吗 这代谢的花 才陈你 多谢哥主 怎么这么蠢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半魔是不会死的 你盼逃天煞阁 就因为这里 你懂什么 这里是我家 我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看到你痛苦 我就开心 丑下 我不会让你伤害我爹的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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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住手 你看看门口是谁 他们好像在看一只怪物 你故意的 我早就该知道 老歌主对你那么好 都不得删除 墨家 你没有信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的心不就是我的梦 你要怎么样 才可以放过我 我为什么要放过你 你是我的患命人 九日后没有你的心 那我就活不了了 这样我爹这么多年的谋划 那不就白费了 好 我不求你放过我 剩下的九日 你能不能答应我 这最后的世界 我想陪陪我爹 可以吗 你帮我杀掉贪鬼 取回月影道 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只能陪爹九日了 爹 爹 女儿绝对不会让那个魔鬼 伤害您的 那你呢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要术啊 如果没有这身本领 女儿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可是 女儿是绝对不会伤害您的 爹爹 既然姐姐都已经回家了 想必以后 也不会再遇到什么危险 不如 让姐姐把这一身 功力废掉可好 这样大家 以后都不用那么害怕了 对对对 这 这个注意好 长夏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算了 没事 只要能让爹安心 我愿意 长夏 你好好休息 爹去把明天的粥给你煮上 爹 我也不想骗你 可真没有这身功夫 天煞阁的恶鬼怎么会放过我 而且我要杀了贪鬼才能留下来 可主打算何时去杀贪鬼 你这副家装纯粮的样子 真是让人觉得 格外有情 如果十年前 我没有被天煞阁炉走 这就是我原本的样子 如果不是你的血能续我的命 十年前你早就死了 还望阁主能守奴 让我最后的日子 能和家人在一起 走 杀贪鬼 贪鬼竟敢直接到镇上来杀人 天煞阁的恶鬼 靠着话虚顶裂话的怨气而活 贪鬼盼逃天煞阁 就只能稀释人的精气了 我还没来得及去杀你 你倒自己松上门来了 贪愧 你居然杀了这么多无辜百姓 安长夏 几日不见 你倒做起菩萨来了 话虚顶礼的白骨 不都是你的杰作吗 吸走他们的精气 这样你才能有最好的血给家儿 上死吧 上死吧 墨家 你们父子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 多醉 贪鬼之所以为三大罗刹之手 是因为他能看到你的妄念 加以利用 他非常狡猾 要小心提防 爹 你也太小瞧我了 原来这么害怕我杀了他呀 你这么护着他 他知道吗 你可 收拾干净 别留痕迹 他明明可以自己杀了贪鬼 为什么非要我搅和进来 去死吧 去死吧 他 承下 是我 顾四招啊 贪鬼死了 承下 归宅 别害怕 我带你回家 不能让他知道天沙哥 四昭哥哥 我终于等到你来救我了 对不起 刚重逢就要骗你 你来干什么 你慌张的样子 真让人开心 你要做什么 贪鬼没死 若是有那些官差 查到天沙哥 你觉得我会做什么 阁主会突进知情者 更不会放过我和我的家人 我现在就去杀了贪鬼 唐夏 唐夏 你醒了吗 唐夏 我进来了 长夏 这么害怕别人知道你藏男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尝夏 不在吗 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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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把粥给你煮好了 尝夏呀 伯父 尝夏好像不在房里 那有可能去后院 我去看看啊 我也去 走吧 尝夏 尝夏 你的身子和你的命都是我的 你这副扭捏的姿态装给谁看呢 你再碰我 我立刻就死 安长相 八日之后的月圆之夜 我会亲手挽出你的心 叫你生不如死 谢敌 遵命 一个时辰后 我要看到贪鬼的手机 长相 四招哥哥 这是那歹人昨日所为吗 四招哥哥 那歹人凶残得很 你可一定要把他抓牢了 放心吧 进了大理寺的天牢 我认他三头六臂也飞不出来 大人 有人闯上天牢 看错了 昨日抓了那歹人的头 而且没有一丝痕迹 守卫发现时 人已经死了 除了你我之外 还有谁知道那歹人关在天牢 我倒是和长夏说过 不会 他一个弱女子 大人 能从死人堆里活着出来的人 怎么会是弱女子 审测 我们断案讲究的是证据 推测可断不了案 阁主 贪鬼的手机在此 阁主 贪鬼的手机在此 很好 既然回来了 那就留下来等八日之后的月圆之夜吧 长夏已经杀了贪鬼 还望阁主兑谢诺言 放长夏与家人团聚几日 天煞阁就这么让你厌恶吗 我最好的十年都葬送在这里 还剩八天 我只想好好地陪我爹 望阁主成全 阁主 为何要放他走 他越是想回家 我越是想让他知道 他早就没有家了 爹 长夏 过来见过贵客 这位是经常来的 是墨市银庄的大公子 墨家 贪鬼的手机 长夏 见过墨公子 小小心翼 还请伯父相当 墨公子 太客气了吧 不必 不必 伯父莫不是觉得 小知人微言轻 才不肯收 贤侄莫要多想嘛 我收下就是了 爹 女儿好喜欢这个箱子 不如放在女儿房间吧 好 那就放在你房间吧 谢谢爹 我看墨公子也有些累了 要不女儿带他下去 休息就行 好啊 去吧 去吧 请 小姐受惊了 四下谢过公子 姐姐 是我十年前 被拐去天沙阁穿的衣服 怎么会在他穿 为什么 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公子 可主想要这副身子 我愿意奉上 你的身子 行命都是我的 你这副努力的姿态 装给谁看 安长相 你这是在遭见谁呢 在你眼里 我竟是如此不堪吗 那可主为何 百般纠缠 我的事和谁 要你来吃饭 我告诉你 我不会对你父亲下手 你也不要再来 试探我的底线 墨家 你最好不要再试验 真是一出好戏啊 姐姐这样现身 莫公子都不搭理你 这要是被弟弟看到了 你这么不知廉耻的样子 他还会不会带你如真似宝呢 我劝你最好闭嘴 否则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 自以为是的样子 我现在就叫爹爹来看看 自己的亲生女儿 究竟是什么货色 想跑 晚了 你的妖术还在 你竟然骗爹 我要是你啊 我就会把今天晚上看到的一切 烂在肚子里 姐姐 你误会了 其实我今天来呢 这是奉爹之命 来给姐姐送粥的 姐姐后完 我就走 安长相 我本来不想杀你 怪就怪 你非要挡我的路 只有你死了 爹和莫公子 就都是我的了 安长相 只有你死了 爹和莫公子 就都是我的了 又想用这点毒杀我 其实 我都很感激你 替我照顾爹娘 只要你肯安分守己 整个安抚我都可以送给你 但你偏偏要对我下狠手 那你就别怪我对你无情了 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别担心 只是让你听话的一根针而已 不疼的 虽然说傀儡是法术 越强 越容易控制人 但是想要万无一失 还需要用银针控制百会学 这样 你的傀儡 就能变得你想要的样子 任你拆钱 长夏姐姐 爹 您看这颜色多成长夏姐姐 好看好看 吩咐下去 按这个颜色给长夏的材质几件 伯父 我在街上买了些糕点 还买了两朵珠花 正衬这件衣服 长夏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喜欢吗 这带写的花 才衬你 我喜欢黄色 能从死人堆里活着出来的人 怎么会是弱女子 我倒觉得 红色更趁长夏小姐 我不喜欢红色 伯父 这位是 这位是京城来的莫公子 在府上暂住几天 在下大理寺卿 顾思昭 听闻顾大人 对这凉州的风土人情 极为熟悉 不知大人 可否愿意带路 我得荣幸 我也去 十年了 我也想看看梁州城的变化 自从你走丢之后 这里就荒废了 我记得 以前这里很热闹的 我被人拐走的那个旧营铺 好像就是这里 长夏 你还记得 乖宿你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不记得了 长夏别看 莫兄 劳烦你带长夏先离开这里 我还有公物要买 好 可惜啊 他没有看到你杀人的样子 这些人看上去和破妙的一样 看上去无伤无病 却面容枯高 像是被人吸去了惊气 幸亏贪贵已死 不然会有更多百姓遭殃 如果真的有这些棺材 查到了天煞阁 阁主会 知道天煞阁的人 要么成为天煞阁的恶鬼 要么死 你是第一天知道吗 天煞阁你查了吗 据说那里聚集了天下恶鬼 专门以西式人的惊气为识 在那附近 有没有发现类似的事情 派出去的探子 很快就能回来了 阁主 安长夏带回来的 贪鬼的头颅里 并没有他的原神 我方才用化虚顶 才探得 贪鬼原神在何处 贪鬼果然狡猾 阁主 身下有个牙医 在打蛋天煞阁 竟然真的让他 查到这里了 既然他们这么想查 不妨把贪鬼的消息 全部告诉他们 阁主的意思 借刀杀人 让他们狗咬狗 放了他们 我饶你不死 就算我放了他 他也活不了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怎么可能 这么快找到这儿 是墨家引官差来这里 然后借你的手 再杀了他们 除了他 还有谁 凡是知道天煞阁的人 墨家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知道你会傀儡术 而我可以进入人的梦境 我们一起控制墨家 这样你也不用弯心而死 顾思昭也能活 客主说得对 我不敢回来 更不该失望 从他们身上得到爱 我就知道 你会明白我的苦心 人是宠陋的 墨 才是最纯粹的 我自愿把心献给客主 愿客主 永生 没有你 我要永生干什么 快动手 等他醒来 我们都得死 顾思昭 你也不用救了 偷血的傀儡术 也敢拥在我身上 客主 饶命 是安朝夏 安朝夏想要杀你 我知道 你会傀儡术 而我 可以进入人的梦境 我们一起控制墨家 这样 你也不用弯心而死 顾思昭也能活 好 凭你 也敢窥探我的梦境 为了他 你想杀我 我曾经因为救你 而端送了自由 少客主不见了 快找少客主 快找少客主 少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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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机会 别管他 墨家 你快醒醒 顾思昭 什么 什么 我现在就去叫无依 安朝夏 你干什么 要我把他 又锁活链锁起来 顾思昭 我曾经 也为了救 断送了自由 你干什么 你知道我有多么恨 你救我吗 因为你的血 害得我苟延残唇 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不死 你一个人要我 要我们的人生 统统为了你陪葬 既然如此 那就做到底 我等着你一起 下地狱 你要干什么 墨家 你要干什么 别害怕 我什么都不会做 甚至那个顾思昭 我都可以放过 张相 这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我 更不是墨 是人心 是你心心念念的 至亲至爱 墨家 无论你要做什么 我都不会让你如愿的 大人 你昨晚看到的一切 就当没有发生过 好吗 他用妖术操控 我们的弟兄 害死了他们 你竟然还要 包庇那个妖女 她那是为了救我们 不得已而为之 那朋友们要呢 那个是五条人命 我是为了找她 才踏进这里的 如今我要为了这里 背弃她了吗 除妖女 保安宁 除妖女 保安宁 奉 大理四卿之命 捉拿妖女安长下归啊 住手 大人这是何意 妖女已经伏法了 长相 对不起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 伤害你了 大人 你身为朝廷命官 竟然包庇妖女 与朝廷法度为敌 罔顾百姓的生死了吗 我已经辞去 大理四卿一旨 你说的这些 已经和我不关了 司长 我不值得你如此 长相 我已经失去你十年了 我不想再失去你 你被妖女迷惑了心智 你疯了 来人 把妖女带走 我看谁敢 官爷 各位官爷 我女儿已经废了妖法 不能再伤害人了 求你们放过她 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 爹 爹 爹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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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她真的是妖女 妖女 祐 Fr 让你们就是妖女 这根本就是妖女 妖女 不妖女 你真算我 我女 可诸从贪鬼开始 一步步把我引入这个局 真是杀非苦心 他明明可以自己杀了贪鬼 为什么非要我搅和进来 我把人心跑给你看 你怎么会和我一样成魔呢 你自己活得可悲 你为什么把我拉下水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你比我想象中的更愚蠢 不过我相信 你很快就会忍情忍心的 我愿意复发 请不要为难我的家人 还有四招 长相 长相 大人 墨家拔了私下的眼睛 他彻底失控 爹 为什么 你这个妖女 你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你要不死 我永远不得暗宁 你去死吧 我永远不得暗宁 你去死吧 为什么 为什么毒 毒不死你 这神道也杀不死你 哥主 这神道真能杀了那妖孽 只要你敢趁他施法的时候下手 他必死无垠 所以 你 那毒 你真是 私下下的 这是奉爹之命 他还给姐姐送粥的 你把私下 变成了傀儡 我又把你卖到了天煞阁 你不会原谅我的 所以 我要先下手为强 是 你 把我 卖到天煞阁的 长相 等这包糖吃完了 爹就回来接你 好不好 好 那年家里实在 戒不开过了 只要交出你 我就能成为首富 我和你娘 就都不会饿死了 人不畏计 天诛地秘 我没错 是你这个妖女 不该来到这世上 你怎么没死在天煞阁 今天 你必须死 哥主 为什么不躲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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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不要 不要 丞相 不要 丞相 爹的好女儿 丞相 从今以后 你只有一个女儿 叫安四下 丞相 已经死了 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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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安成下 枯竭要挟 枪害亲父 罪大恶极 抓住他 把他带回大理寺的人 重重有赏 爹 这个手镯 真好看 丞相 丞相 喜欢啊 丞相 丞相 真乖 丞相 等这包糖吃完了 爹就回来接你 好不好 好 爹呀 天天盼着你回来 爹当年把你弄丢了 爹对不住你 法琪与主人 相 他坏了 你的羞也要受损 莫杰 你到底有多恨我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你才会放过我 人心诡谨 现在看见 以后他们就不能再伤害你了 可是 我没有以后了 我宁愿在谎言中死去 也不要残忍的真相 无依 你快看看 他身体越来越凉 比心也快没了 各主 他只是在梦里 不愿醒来 再下去 怕是会原神耗尽而死啊 我不要他死 若是让谭鬼入梦一关 或许能有办法 那你这就去驱动索婚恋 放谭鬼出来 是 长夏 粥好了来喝粥 爹 娘 下雨了快回屋吧 四招 给你带来新的画板子 来 快过来看看 长夏 你是谁啊 你是来找我爹的吗 长夏 我是墨江 长夏你快醒醒 你再不行 你原神耗尽 你就再也醒不了了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你放开我 长夏 这里都是你的梦境 是假的 你在沉沉下去 你又会死的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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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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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如果在他的梦里 阁主无法叫醒他 那就要强行施法 把他带回 只是 说 只是他越不愿意醒来 就要用更强的法术 把他带回来 而这些法术 会反噬到施法者身上 看他现在这种情况 阁主若是强行施法 极有可能丧命 长夏 快过来看看 爹 娘 我要和我爹娘在一起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和我爹娘在一起 放开我 安长夏 我求你醒一醒 我求你别死 以后我再也不伤害你了 安长夏 我求你醒一醒 我求你别死 以后我再也不伤害你了 长夏 长夏你醒了 我们阁主为了救你 送耗了一身功力 你怎可如此 月阳道 如果我现在死了 他要我的心也无用了 我们阁主为了救你 损耗了一身功力 我的命 我自己说了算 你要做什么 寻死 我自己的命 我自己做主 没有我的传讯 你不能死 墨家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一定不会让你输医 你敢死 我就杀了你爹和那个骨死 只要给你陪葬 你杀呀 把他们都杀了 你看我眉头还会不会再咒一下 张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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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不死 你想做什么我都赢你 好吗 你觉得呢 既然如此 我只能管你一辈子了 五日之后就要被惋惜 还有什么一辈子 你们两个给我守在这里 是 是 你们两个 去给我把安妇带过来 是 等等 你们给我把那个 顾思昭 给我带过来 算了 我自己去 墨家 我就算是撞死 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此事最简单的事 杀了墨家摆脱这一切 岂不是更痛快 贪困 你在哪里 别找了 我是昨日入你梦境时 遗留在你体内的一丝元神 你的元神 留在我的体内 你想做什么 当然是和你一样杀了墨家了 你有办法杀他 你的元神 留在我的体内 你想做什么 当然是和你一样杀了墨家了 你有办法杀他 我还在找 只不过我现在被锁魂链给控制 根本就没有办法脱身嘛 你想办法 让墨家使用法术 驱动锁魂链 你就可以脱身 墨家才没有那么蠢 那凡事能进入那密洞的 早就被封了法术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驱动锁魂链 他是故意放我走的 他早就谋划好了一切 原来 那时候他就在等我入区 要我的命不够 还要控制我的人生 我们都被他们父子给骗了 什么师父夺位 根本就是吓唬人的把戏 做阁主和师父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硬要我做成阁主 要我师父的话 那我念愿不做 我念死不做 阁内 三大罗刹 和留守在外的四大恶鬼 这些年不安分 你呀 要做恶鬼中的恶鬼 他们才不敢生事 你的格主之位 才能做得稳了 我念你死之前 最大的一个心愿 你就不能成全吗 我求你了 我答应你 我也是探老阁主的梦境 才得知他们在演戏 为的 就是让恶鬼们安分守己 好让墨家 如期取你的心 我不会让他入院 只是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杀了他 老阁主有本秘籍 里面记载了天煞阁的秘心 据说 就有杀死半魔的方法 好 我时间到了 你拿到月影刀点三根香 然后我就会苏醒 我走了 找到秘籍 真的能杀了墨家吗 你的原始 留在我的体内 你想做什么 当然是和你一样杀了墨家了 你有办法杀他 我还在找 只不过我现在被锁魂链给控制 根本就没有办法脱身嘛 你想办法 让墨家使用法术 驱动锁魂链 你就可以脱身 墨家才没有那么蠢 那凡是能进入那密洞的 早就被封了法术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驱动锁魂链 他是故意放我走的 他早就谋划好了一切 原来 那时候他就在等我入局 要我的命不够 还要控制我的人生 我们都被他们父子给骗了 什么师父夺位 根本就是吓唬人的把戏 做阁主和师父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硬要我做这阁主 要我师父的话 那我宁愿不做 我宁死不做 阁内三大罗刹 和留守在外的四大恶鬼 这些年不安分 你呀 要做恶鬼中的恶鬼 他们才不敢生事 你的阁主之位才能做得稳啊 爹林死之前最大的一个心愿 你就不能成全吗 我求你了 我答应你 我也是探老阁主的梦境 才得知他们在演戏 为的就是让恶鬼们安分守己 好让墨家如期取你的心 我不会让他入院 只是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杀了他 老阁主有本秘籍 里面记载了天煞阁的秘心 据说 就有杀死半魔的方法 好 我时间到了 你拿到月影刀点三根香 然后我就会苏醒 我走了 找到秘籍 真的能杀了墨家 离合了 墨家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是还有我吗 我没有 他们都说 我是妖女 我是妖女 那你就做妖女 就做魔 他们以后不敢再伤害你了 好 那我就做魔 丞相 你不能这么做 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 你们可以负我 我为什么不可以报复你们 今天 我要把你们 都变成傀儡 丞相 本来想让你的安慰丞相 既然他对你没有情理 那你就做个傀儡吧 阁主为何 掳了那个官员 现在整个梁州城的官差 都在找天煞阁 让他们找 最好是快些找到这里 阁主这是为何 官差的愤怒 必将引起百姓的不安 不安恐惧都会提炼出最好的怨气 到时候我们直接杀戒成 把他们都丢进化虚里 那我们就有用之不尽的怨气了 阁主应命 长相 你来了 阁主他们一个是叛徒 一个是曾经的官差 怎能参与一事 我为阁主除去贪鬼之事 你在哪 吩咐下去 从今日起 阁中恶鬼尽是怨气 养精蓄锐 为屠城做准备 不识怨气 我们连普通百姓都不能抵御 所以让你们留到四日后才稀释 到时候任你们尽情辉煌 阁主应命 长相 长相真的想让他留在你身边 做傀儡 阁主如若不喜欢 我杀了他便是 长相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真的想让他留在你身边 那就留着吧 阁主能带我去阁主看看吗 好 长相 还记得你最后一次逃跑失败吗 那次看起来只差一步就可以离开 其实并不是 逃得出这里 我也逃不出安抚 更逃不出梁州城 与其逃跑 不如享受当下 反正有你在 他们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走 我让他带我去了天沙阁的每一处 我都没有找到月影道和秘笈 他是不是放在身上了 我得想办法接见他 你 算了 找月影道和秘笈为主 这是 怎么了 他离你太近了 他不过就是个傀儡 也盲心下流失不通的 你跟他计较什么 就算是傀儡 我也不喜欢他待在你身边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反正他以后不能留在你身边 你不讲道理 你答应我的 他可以留在这里的 你就这么少不得他 重点难道不是你言而无信吗 是 是言而无信 但是我看到他在你身边 我整个人都快疯了 月影道 张夏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我只等你这样的方式骗他 你现在就走 这里太危险了 张夏 要多一起走 这里是天煞河 只要墨家不死 无论天涯海角 他都会寻着我的心 找到我 那我就和你一起推翻天煞河 杀了墨家 你曾经是观察 这里的恶鬼不会放过你的 这里太危险了 你赶紧走 你赶快走 死者 你赶紧走 你快走啊 张夏 怕死 怕的是我死了 你还被困在这里 你决定了 我要怎么做 才能帮到你 贪官想接我的手 除掉墨家 掌控天煞河 到那时 城中的百姓都要遭殃 我们一定要赶在杀掉墨家之前 搞清楚天煞河各部 然后看看怎么不决 先除掉恶鬼了 那我就继续把尹回来 留在你身边 玉霖 玉霖 丞相 我讲 我顶上天上 和你都消失 不要 丞相 我从来没敢想我们能如此 自从你燃烧原神不肯醒来 我突然感受到 我害怕失去你 我不能没有你 丞相 我心悦于你 四日后就要弯我心的人 竟然说心悦于我 是为了让我心甘情愿地献住我的心吗 墨家 你又要干什么 我就知道你的心意 月灵道 那个 你衣服湿了 可住想要这副身子 我愿意服湿 安朝香 我要的是你的心 不是让你健身 我知道 不然我也不会被困在这隔重十年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能诛杀恶鬼们的法针 你看这个阵法 就在天上 到时候把恶鬼引入这些密室 再用化学点驱动就可以了 现在就差杀死墨家的方法 你拿着这个下山去 帮我制作一把假的月影灯 我把真的替换出来 好 我尽快回来 你 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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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你找到月影刀和秘籍了吗 我找遍了天杀客 都没有找到杀他的线索 我还有三日时间 还有别的办法吗 让我再入一次墨家的梦境 但这次不能让他察觉 你得想办法和他一滴血作业 我才能施法 还有一个时间 那 감사一个症状 Walker 不要 没有 您 猪 杀 我 neces 长相 你穿嫁衣的样子真好看 这就是你的梦境 我一直以为 你想要的 是我的心 我是想要你的心 但我指的是心意 不是这个 我要的是你的心 不是让你解释 它竟然是这个意思吗 长相 你心愿我吗 我 我自然是的 长相 长相对不起 我以前不明白我自己的心意 所以我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原谅我 我知道 你都是为了我 你明白 我就算是 也安心了 半魔是不会死的 半魔喝了 幻灭人的心 幻灭人就可以用月影刀杀死半魔 你现在逃下去 你就能赐药了 你只要逃下去 你就能赐药了 你只要逃下去 长相 好好活下去 替我去看看外面的花 你别死 我们去外面看花 你们俩真是一对怨偶 你宁愿死 也要杀了他 他宁愿死 也要护住你 你竟然让半魔生出爱 半魔没有信 是不会懂爱的 爱是成全 是自由 绝对不是控制和占有 你当真要杀他 绝不后悔 绝不后悔 他不死 我不休 好 那三日后 我们就都自由了 成下别哭 你哭得我心都碎了 说得我都信了 半魔不是没有信吗 我家 你懂爱吗 如果爱是囚禁 控制 欺骗 危险 那我想你是懂的 原来这不是爱 生的不是吗 原来不是 不是 无事 帮我 帮我没有信 再让我发现 你帮他 你帮他一次 我就多放他一次血 父亲 我的命是要靠他的血散能火 为什么我不能对他好一点 父亲 我的命是要靠他的血散能火 为什么我不能对他好一点 谁都能对他好 就你不能 半魔 要亲自去换命人的心 才能摆脱 早要的命运 你怜悯他 就是在害自己 换命人 一面换一面 一面换一面 恶主 话须定 已经被封印 现在 就差召回 驻守在外的四大恶鬼了 那就召回 都召回 四大恶鬼 自天杀阁建立 就被仙族拆遣出去 只有历任阁主大婚 或者棄认时 他们才会回来 现在贸然找回 他们怕是不会停的 对 他们只遵守于仙族的约定 不受天杀阁控制 得想个办法 想办法 你先下去吧 我来想 是 想办法 我把心都掏出来给你了 你都看不到 你让我想什么办法 墨佳 你喝醉了吗 没有 醉了 为什么我的血 还会那么痛 墨佳 怎么办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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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好好护着 你一定要好好护着 死了就不会被咽过了 你别死 我们去外面看花 这种花 你喜欢吗 喜欢 你拿刀真的愿意刀了吗 拿到了 只是 我想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呀 我总能隐约地感觉到 他不是真的想杀我 从我第一次探探梦境时 他就说不要我的心 刚刚他又说 让我好好活着 可是他明明就知道 不杀我 他就会死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丞相 你不会动摇了吧 我没有 我不会让他去我的心的 我必须杀了他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三日之后 月圆之事 就是半魔法力最弱之事 那是杀他的最好事情 你去大理寺 调记官兵在山下守着 我一定要让他们插齿难得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 我要留下来保护你 四周 天杀各不灭 就会有千千万万个长相 死在这里 到时候我们的努力 就都白费了 长相 我恨不得把心都交给你 你和他连起手来 要杀我 我将 我不准你伤害他 滚 你别杀他 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 我以为我能得到你的真心 韩长相 到底是谁没有心 你一次次往我心上扎倒 竟然还奢求真心 莫家 你不觉得自己太可笑了吗 莫家 你不能这样 他会死的 那你就替他死 我家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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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当时你都灭杀了他 我闹了血 他也别想 你 死争 不要 不要 死争 死争 放开 死争 不要 死争 你快 你快醒一醒 你快醒醒 啊 莫家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好 那我就看看 是你先杀了我 还是我先挽出你的心 对了 三日之后 就是我们的成婚大典 到时候 我会亲自挽出你的心 成婚 你做梦 居然如此 那他的血世也不能流浪 来人 把他带出去 丢进化虚顶 我要让他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住手 快住手 莫小姐你不要 不要 快住手 莫家 莫家 我家 你永远都是我 莫家的人 你逃不走的 阁主 四大恶鬼 已经到达殿外 所有恶鬼 也聚齐了 很好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长相 别害怕 我带你回家 长相 别看 司征 我不值得你如此 长相 我已经失去一世 我不想再失去你 长相 我不怕死 怕的是我死了 你还被困在这里 司征 我 会引你我杀的 给你报仇 已经离成 各位 随我去话虚顶处 稀释怨气 稍等片刻 阁主就会带领各位 屠城 屠城 你恨不好我 可惜啊 你这辈子没有这个机会了 来人 终于等到了 是啊 阁主英明啊 突然 怎么回事 武夷 你这是做什么 开门 糟了 我们上当了 阁主 月影刀在此 从今日起 你的心 就是我的了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我家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关朝香 你没有心 这不正是你所要的吗 对 你做得很好 我 我死了 也会让我过了 我死了 我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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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征 四征 你还活着 对 莫家并没有杀 是他让我等到恶鬼消散之后 再过来接你 我以大夫为由 召回了天上的所有人 到时候我会去董花絮地 帮他们一往当即 长下就拜托你了 你不打算玩长下的心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挽他的心 我只想让他好好活着 你不安他的心 你会死的 真的不后悔吗 死对于我来说才是解脱 我已经厌倦了痛苦和杀了 我不想看到他为我死去 没什么好后悔的 那你不打算告诉长下吗 等你出现在他面前 我想他会明白的 我想他会明白的 默默的消失深海狐狸 故事中我们拥抱着具体 凌晃你最后的花回应 你不追 没有你 我要永生干什么 长相 我求你醒一醒 我求你别死 长相 你这样不死 你想做什么我都应该 好吗 长相 好好活下去 你听我去看看 爱你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他宁愿死 也要护住你 那我就看看 是你先杀了我 还是我想弯出你的心 四周 我对了 三日之后 就是我们的成婚当天 到时候 我会亲自弯出你的心 那时候 你就下了必死的决心 让我牵手杀了你 段少相 你没有心 这不正是你所要的吗 段儿 你做得很好 我是你 你会难过 我 流星 花过天际 红流入海底 你过来 我家 你算得好准 好狠 一座城 一盏灯 虔诚了 消息 明明之中 梦里共住 三分坚持 纷纷心 长相 当你看到这封心时 天上阁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看到春天的花了吗 因为初见是你的那些花 你别死 我们去外面看花 这种花 你喜欢吗 这城我活了好久 可是梅梅看到你以为曲蟹 痛不一生 你跟你他 这次还有敌 我就无比掩护着 我本来就是 该死的那个 还好和父亲演了那出师父的信号 我就能放你自由了 歌主 安长下刚刚逃走了 可是贪鬼到时候能伤你的原因吗 你的家 也早就不是你的家了 我必须对你白白纠缠 逼着你看清人心 人心鬼绝 现在感谢 以后他们就不能再伤害你了 我以前不懂我为什么舍不得你死 直到你在我怀里越来越凉 我意识到 我爱你 长相 你只要不死 你想做什么我都以你 好吗 我开始眷恋生命最后的几天 哪怕迟到你才骗我 长相 我心里 我变得贪心 甚至奢求不属于我的爱 可是我好像错了 穆佳 你懂爱吗 如果爱是囚禁 控制 欺骗 危险 那我想你是懂的 原来这不是爱 或许真的不够 我只要你活着 哪怕是恨我 真的对不起 说好的不少 那就是你 还好 这样的日子终于要到尽头了 长相 希望你一生平安心了 如是顺存 是手鱼的样子 一期往后 你一步 会闪上一去 随复着 一生几世 浩花一旋 你一步 伸开的字 绝了要曾经 花何时 几百成年 天难自 不少 你生死 你一年 往映白发丝 却永远 生命 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